听说以前有一位大爷特别喜欢下象棋 而且水平还很高 尤其是特别喜欢走当头炮的开局 基本上没怎么输过棋 后来遇到一位小伙在旁边看了很长时间 于是小伙说大爷我跟你下一盘棋怎么样呢 双方就坐下来摆上一盘 大爷第一步走当头炮 小伙顺势走了一步屏风马 象棋高手往往都是深思熟虑 而且眼光比较长远 尤其是能够看到常人所看不到的几步棋 于是大爷在这里经过很长时间的思考 长达半小时深吸一口气 他说这棋我输了 然后起身拂袖而去 大家猜猜这位大爷是谁 这个小伙是谁呢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言归正传 继续为大家分享 贫风马速胜飞刀棋局 黑方冲左双方顺势出局 接下来红方冲兵 黑方形成贫风马 快速上马 前面红方都有进军压制 这一局呢 黑方采取主动进攻 进炮瞄准七路兵 那红方一看我直接冲兵 就不给你这个机会 黑方再来一个双炮过河 接成弹子炮压制红方的局 红方选择跳马 将来既有上马踩足 还有冲兵从中路突破 也就是这一步棋急于躁进 黑方抓住机会 此时一招退炮打串 红方也只好选择上马踩掉足 先手咱们来个将军 红方尝试 黑方出局 红方也出局 那这里显然还形成了一个牵制 目的是有当头炮的情况下 就不让这个局将来能够杀出来 好了 走到这里之后呢 黑方快速上马 加大前方的火力输出 红方采取浸泡压制局 黑方进居 准备双居抢夺这个炮 难道你双居抢的话 这里不担心这个二路炮 容易被八路居吃吗 实际上在这里 黑方中路有炮 形成一个前置的话 将来这里一吃的话 进居一队 居吃完之后 进居下的品居砍像 有铁门栓的杀器手段 红方在这里 他是来不及吃这个炮的 所以红方只好选择退一部炮 退完之后 将来在这里形成一段共事 黑方提前飞了一步下 先防守一步 那么走到这里之后呢 现在这个当部炮拔不掉 怎么办呢 红方冲着一步兵 目的就是要把这个炮给拔掉 黑方飞向吃掉兵 打通巡河线 出居抓炮 黑方顺势上马一跳的话 正好给炮伸根 好了 走到这里 前面我们讲过一局 黑方呢 在这里有弃子弃居的手段 将来品炮打过来 形成多次归边的手段 而且还有浸泡下敌 那么在这里 以绝后患的话 他直接采取先手冲一步兵 因为红方现在子力 也不太好开展 好了 现在黑方行旗 当你冲完兵之后 他也冲足 双方就开始小兵小族 形成小小的进攻 那红方一看 将来这里很明显 这个小族是一个大隐患 直接采取上马 跟你对子 黑方进炮打掉 红方飞向吃掉炮 那么吃完之后呢 这里黑方上马顺势 捉双 前采鞠后采马 首先说明他还不好品鞠 因为这里浸泡底线的话 容易形成一个牵制 那么当然呢 这里顺势吃马的话 也是一个选择 所以呢 红方采取进鞠一步 先避让一手 黑方上马吃掉 红方飞向吃掉 好 接下来非常精妙的一手 大家想想 换作是你的话 会怎么走呢 黑方一招上马 踩鞠 这步行可谓是 拨开天空 见云雾 很明显 露出中路 闪击一将军的话 就把这个鞠给抽了 那现在还踩着你这个鞠 鞠闪开的话 这里进鞠吃炮 那显然是不划算的 退鞠跟住马 黑一方 平炮 一将军 这时就进入 今天非常精妙的残局阶段了 那现在首先说明 你称式的话 怎么称的话 他都是可以把你这个鞠给吃掉 吃完之后 你这里还不敢轻举妄动 鞠还吃着你这个炮 所以呢 红方选择 退向 以及飞向 那么这两个走法呢 实际上效果都一样 我们分别来看看 比如说退向的话 那在这里 黑方并不会采取吃你这个鞠 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不仅不吃 还送给你一个鞠 弃鞠砍炮 引诱你进去吃 那红方现在 四鞠相见的话 到底吃哪一个呢 我们分别来看 如果说禁鞠吃的话 黑方也禁鞠吃 那么接下来 这里是鞠码炮三子 已经抵达前线阵营 下一步棋 无论 红方怎么走 黑方都有禁鞠底线 品鞠砍项 杀棋 我们首先来看 比如说品鞠占据力道线的话 咱们依然禁鞠底线 下一步棋 品鞠一吃 就是个杀 那现在你只好退回去守 正好上马一吃 鞠一旦吃完之后呢 基本上这个鞠啊 就不用再怎么考虑了 直接投降认输 好 那么当然在这里呢 如果说不品鞠过来 他退鞠跟住这个炮呢 实际上也是来不及 咱们依然是禁鞠底线 品鞠一吃的话 他只能吃炮 那这里上马一吃的话 将来鞠马 依然是一个必胜的局面 好 我们回到这里 我们继续来看 先前是吃这个鞠 那如果说他 吃咱们这个鞠呢 此时我们并不是吃他的鞠 而是直接一步神农白尾 禁鞠下底 直接杀起 这里显然是来不及 所以说在这里啊 不仅是弃子 四鞠相见 主要是为了一个快速攻杀 好 我们返回来 那么当然呢 在这里还有先前我们提到的一个变化 当黑方品炮将军的时候 如果说红方飞向呢 这个变化就小小的有所不同了 我们来看 红方飞向之后 黑方依然是弃鞠砍炮 四鞠相见 那现在更加与众不同 如果禁鞠吃的话 这里禁鞠一吃 同样下一步骑 杀起 他都来不及 无论怎么走的话 咱们都是禁鞠下的 退鞠 同样钓鱼马 三子组合 杀起 好 稍作返回 那么他如果说禁鞠吃咱们这个鞠呢 那这时候 黑方依然是不要吃他这个鞠 而是先来一个神龙白尾 下一步骑 禁鞠底线杀起 那么可能大家会认为 此时 哄方退鞠 守底线行不行呢 黑方会上马吃掉 吃完之后 这里不就解杀了 你不就没这个鞠了吗 咱们禁鞠 跟住这个炮 你在跳马回的时候 我大不了品鞠把炮给砍掉啊 但是 黑方连炮都不用顾虑 直接回马 下一步骑 无论红方怎么走 黑方都是 直接握槽 撅杀 由此可见呢 这里简直是 孕子如神 四居相见 必有凶狠的杀招 好 好 感谢观看